绵阳市民夏先生开着自己价值100多万的奔驰越野车,准备进入停车位停车,突然楼上掉下一块瓷砖,刚好砸中引擎盖,原来14楼租房库在安装空调,安装工人不小心弄掉了一块瓷砖, 经过询问,奔驰车维修需要2000元左右,夏先生见对方经济条件一般,主动放弃赔偿,但为了让对方长个记性,提出让肇事者照顾残疾人生意,买300元彩票当赔偿。 8月12日,夏先生表示,彩票已经开奖但没中奖,他笑着说,这个彩票就当逃着彩头,被砸中的奔驰车天价4个百万奔驰,引擎盖被砸夏先生是一名老板,在绵阳南河路有一处工地, 他经常开车过去,并将车停在工地对面规划的停车位上。 8月6日,他像往常一样,准备将自己价值100多万的奔驰越野车停在对面停车位。 然而,就在夏先生停车时,突然咚了一声响,一个东西从天而降砸在了他车子的引擎盖上,夏先生惊出一身冷汗,左右观察,发现在无东西掉落后,才下车查看情况。 8月12日,夏先生介绍说,当他下车检查后,发现从天而降的是一块磁砖,将引擎盖的漆砸掉了。 这时,他抬头发现楼,上正,有工人在安装空调,同时也看见了另一名男子。 经过询问,该男子姓王,对方承认是自己租住的房子在安装空调。 此时,见出了事,安装空调和黄师傅,赶紧来到楼底下,承认词真,是安装空调时不小心掉落。 找到原因后,夏先生便提出上王先生和黄师傅进行赔偿,他们也确实承认了,但到底有哪个来赔偿? 他们两人就在互相说对方的责任,一直没有找到办法,无奈之下,因为不是交通事故,我只有报警。 后来巡警来到现场协调,夏先生说,据名杨策巡警巡逻一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征明介绍,他们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。 经询问,确实是安装空调时不小心掉落了瓷砖,刚好砸中了夏先生的车辆引擎盖。 他们建议王先生和黄师傅协调赔偿,砸中奔驰车后,最表的辞任赛洛一地放弃赔偿车主还买300元卡票当赔偿在现场。 虽然警方也在协调,但王先生和黄师傅两人,始终就责任问题,没有达成一致。 不过他们都承认确实该赔偿,算了,你们也是运气好,没有砸到人,不然你们就太大了。 正在王先生和黄师傅商量赔偿接额时,夏先生主动放弃了赔偿,但夏先生接着说,今天我车也被砸了,就当跑个彩头,旁边就是彩票店,你们去买300元的彩票,这事情就算了。 听说夏先生放弃了赔偿,王先生和黄师傅赶紧来到彩票店,一人处了150元钱,购买了150柱彩票,交给了夏先生,道歉后此事就此解决。 8月12日,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看到,夏先生奔驰越野车的引擎盖上,掉落气的印子仍清晰可见,夏先生车,虽然掉漆,不多,但要处理就必须整个引擎盖重新喷漆。 经过询问,费用在2000多元,他准备等段时间再去4S店处理。 当天,记者咨询了绵羊两家修理厂,对方室文修价格,应该在2000元左右,对于夏先生放弃赔偿。 让王先生和黄师傅买300元彩票仪式,得到了绵羊策巡警时罗伊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学敏证时,他说当时没想到夏先生会这样做,从来没有想过会让对方买点彩票当作赔偿。 车主,让买彩票是想让他们能长个记性,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夏先生,夏先生称,虽然放弃了赔偿,但自己的钱也是辛辛苦苦挣的。 因此想让王先生和黄师傅长个记性,夏先生称,处理事情使他想到,旁边有一个彩票店,老板身体有些残疾,让他们去买300元彩票,照顾残疾老板的生意。 其实一开始我心里也不舒服,因为他们没有人给我道歉,就在那里互相推些责任。 但我看他们一个是装修工人,一个是租房户,要喊他们拿两三千元钱,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。 就想着算了,夏先生说,但他们又一直没有道歉,于是就想让他们长个记性。 以后遇到类似事情,要先承认错误道歉并勇于担责。 学民见证了双方用彩票和解的过程,连走时,夏先生还跟王先生和黄师傅开玩笑,如果中奖了,还会送王先生一个空调,甚至跟他们分一半。 已经开奖了,不过,没有中奖,朋友听说后,都觉得我很幽默,现在想来,我还真有点幽默。 夏先生笑着说,当时我还和他们开玩笑,这个彩票就当逃个彩头。 赵世哲,以后遇到类似情况,会先道歉八月十二日上午,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林夕,上了族房护王先生,他介绍说他足住在四楼。 当时他和黄师傅看到对方是一辆奔驰越野车,听说价值一百多万,要给引擎盖补器就需要几千元。 闹客都猛了,确实一直没有想到给夏先生道歉,只想到和黄师傅来分责任,这主是好人,我们没有想到,他只认我们卖三百元钱的彩票,几千元钱对他来说不多,但对我们来说不是小数字。 于是我和黄师傅一人出了一百五十元钱,买了三百元的彩票给夏先生,王先生说,不过,现在我也明白,夏先生的钱, 也是他辛苦症的,以后遇到类似情况,我肯定会嫌道歉,也会勇于承担责任。 我们在事后了解了情况,车主确实是一个好人,没有和黄师傅他们赔偿。 三家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说,事后,他们也对员工再次加强了安全提醒,要求高空作业时,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, 也必须要有人在下方守着,防止掉落东西杂重车辆和行员。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,汤晓俊图片,由巡警提供编辑潘利。 成都商报客户端记者,汤晓俊图片,由巡警提供达档利。 从来对顿农场记者,汤晓俊图片,由巡警時提供达档利。 对当车达档利。